宗博士或是问言的朋友或是关于选举方面的 今天礼拜初曾国卫局长就同大家公布了 那三个边境禁区投票站的安排 所以就适逢期会 和选举观察计划 亦都很多香港市民一样都是关注这个安排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调查 去看看大家市民怎样看这件事 如果我们从最后的问题开始看戏 亦都是曾局长在他自己的记者会上 是没有正面回答过大家的 他说法律上这个选举的舞弊非法行为条例 是不只是香港的 全世界都可以用的 香港的意外都可以的 于是乎大家就问了 那怎样调查怎样跟进呢 接着投诉怎样处理呢 可不可以立党调查呢 那这个问题他没有直面去答到 也留下了一个观感上的一个问号 正正就是最后的第五条的问题反映出来了 就是不论你是民主派的支持者 或者你不是民主派的支持者也好 都有怀疑的 一个选举牵涉到的很多的范畴 整个过程不是只说拿提名报名这么简单 竞选的过程 选举开支 选举开支呢 候选团队之间的竞逐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违规 不守规矩的问题呢 我们可不可以只要求候选人自乐就算呢 那在香港呢 怎样都好呢 我们有一套的制度在那里 选举申报开支的制度啦 也有那个选举的指引啦 好了那这些指引啊 申报开支的制度 你离开了香港之后 万一出现了咬嚼会怎样呢 那执法的部门包括廉政公署 或者特别是廉政公署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一定困难的 一定有困难 要寻求司法的合作或者互助啦 或者相关的人士可以很开诚报工 主动协助调查等等 那如果他是不理的不做的 或者一个投诉 因为无法指是可以跟进下去 而变得是无法指成立得到的 处理不了的 因为实在的问题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留下一个大的尾巴在那里 那所以第五条的问题是重要的 我们都想知道香港人对于这一类的安排 的看法是怎样的 人们会说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存在已久的啦 是的 但是为什么存在已久的问题 到现在还未解决得到呢 那三个禁区边境票站 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把问题聚焦放大 在这些环节当中 政府在处理这个政策的特事特办的一次过的一个措施的时候呢 很明显就你容许我这么说呢 是得过且过 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面是得过且过 那观感上自然就会不好啦 那我想这里就有个共识 相对来说呢 不论是民主派的 乃至到是不是民主派的选民呢 在这个意见调查当中呢 亦都发显到他们的忧虑 第二样东西呢 亦都跟第五个问题有关的 就是第四条问题 就是问大家觉得会不会这一类这样的投票的安排 会有利于一些在中国大陆里面有组织联系 有一些动员的能力的候选人呢 那其实这个是常识题而已 基本上是你问我呢 就一定有的了 部分的候选人呢 可能连过关都有困难的 平时啊 不是只是疫情的问题 因为他的政治联系也好 或者他的政治的价值 和他的诉求的背景也好 可能都不容易做到这件事的 但是另外一些政治的团队 或者一些候选人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在国内不同的地方 那他们去尝试去组织动员 会不会相对容易呢 这个一定有是容易的 或者发过短讯提醒人 发过短讯提醒人去投票 可以不可以呢 这个当然他们应该做 不然就很奇怪了 他不做才奇怪 做就应份了 因为你知道他们可以 是去 藉着这个特事特办的三角边境 禁决的投票就是安排投票嘛 而今次也很清楚了 政府的要求就是你要登记 和你要登记时段的 就是选择三个里面哪一个地方投票 和选择哪一个时段去投票 整件事牵涉到一定程度上 不单止个人的决定这么简单 也可能牵涉到很多讯息的发放 安排 可能是一些提醒 动员拉票的活动等等 如果有部分的候选人 他是没有这些能力 或者没有这些方法 那怎样呢 他自然会觉得这个安排 对他来说有不利的地方 有不利的地方 再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清楚 我们在香港住有地址有成 收到那些免费的邮递 起码一次给所有候选人的免费的投递 和选举事务处寄给所有人的一份 比较大幅一点的 每一个区里面的所有候选人的简介 是否一本的一本保制那样 那怎样收到呢 怎样去到这些目标的候选人呢 对不起是选民呢 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在处理上安排上 政府是没有准备到答案的 是没有准备到答案的 乃至到新闻界的朋友 也有问过一些候选人 喂你担不担心自己的宣传品去不了的 他说是也不知怎样记 记了也不知去不去得到 去得到 或者在过程当中会被人審查 扣起了 因为有些敏感词 有些字眼 他不喜欢某些表述方法 凡此种种的问题 政府作为一个政策的部门 再推而广之 就是选举管理委员会 和选举事务处两个负责 选举公正连结公平的机构 似乎在这些问题上 都是没有发过严谋 到现在为止 这个是令到候选人 是有忧虑是很理所当然的 也都在我们这个问题当中 是反映出来 有不少的被访者 是表达这个忧虑 是认同有这个说法 就是说 因为令到在中国内地 有组织联系的候选人 是得益的 我都是说 这个都是几常识的问题 既然是常识的问题 那何解政府不想一下 或者想一个说法去处理好它先呢 我相信都是在巨大的压力 要去做一些事情 去表示它有回应过某些诉求 做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有些配套就真的没有想过 那没有想就没有想 我想简单来说 承认了它可能会好过 不答或者违避 或者觉得大家没问题的 就是和大家讲没问题的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负责任的说法 也都不会鼓励到 大家会对这个安排 是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有一个很大的信任度 那接下来第三条 就是问在那个票站 你有多支持这个安排呢 大家都会留意得到的了 就是民主派的 或者自己的那个价值观 认同自称是民主派的被访者 是很不赞成这些做法 非民主派呢 就相对较多支持的 那这也是牵涉到最后的问题 到底这个选举为谁而签 或者这些安排为谁而定的问题 那似乎政府这个安排 真的会令到它一部分的市民 特别是觉得自己 不是民主派的支持者的市民 是感觉到较为满意的 愿意去支持多些的 到底这个选举 应该是给所有选民 还是给部分选民 离待方便他们的呢 那政府没有做公众咨询 也都没有在这个配套上面 有更多的罪述 是很心急地去磋商 敲定然后推出来的时候呢 那自然在这些位置上面 那个解说、沟通、说服 明显是欠了对很多的 香港的选民来讲 给不到他们的信心 所以就自然有这个 民主派支持者 九成多是不赞成这个做法 而建制派的 或者非民主派的支持者 相对多数 六成是会赞成这个做法 但都有近三成 即两成六是不支持 是有保留的 所以维希莉都是很支持的 只有三成八 反对的五成 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争议性的 这个做法有争议性 可能因此亦都说 政府只是一次而已 特事特办 违避了一个 他本来应该尽的责任 作为负责政策的部门 作为局长本身 他应该想通想透才说出来 就算一次都应该想通想透才说出来 就算特事特办 也是想通想透才说出来 似乎他真是故事失彼 即是先做了三个票站 给11万1千的选民去登记 去投票 呼应了某些的压力 或者诉求 跟着那些问题 似乎他都想觉得 不是很大件事而已 轻轻大过 将它淡化 轻描淡化 这个不是理想的做法 这个不是理想的做法 我们都要问 第二条和第一条 在这里倒数回来 说出来 你有多支持 反对 是被选民在境外 去投票呢 参与选举呢 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难处理的 在香港 在香港的选举历史来说 是讨论了很多很多次 只要忧虑都是说 到底如何监察 如何执法 香港的法律去到 它的司法管轄区以外 发生问题跟进不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会留意得到 自自然 为什么反对声音 是清晰的 尤其是在民主派的支持者里面 是很清楚的 那似乎大家 这帮香港市民 是很紧张某些价值观 就是这个选举是否公平公正 是否廉洁 出现了问题 不能跟进之类 那这个既然有争论性的一个政策 即使政府日后 想透过今次的试验之后 推移广之的话呢 都要特别应该是注意 留意 是不好 是轻轻松松的 觉得 试过了 OK了 没有办法 这个办法 今次就是把票站 搬回来香港境内去处理 搬回来香港境内去处理 大家可能记得最初原始的想法 建制派出了最行的时候 去年疫情的时候 就说你在大陆里面开票站 是这样要求的 就算看到这个到今时今日 似乎在境外投票的想法上 非民主派的支持者 都好像很喜欢这个想法 方便嘛 很多人都说今次都很不方便的 又要登记 又要去选择 又要去定时后 又要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又要健康码 这类推的东西 是会增加了它的成本的 所以他不如在境外给我投票 但是接着引伸很多执法的政策的 公平公正的问题 可能会受抵触的时候 其实政府更加没有答案 可以给到大家的 所以他今次都是作为一个试点 好啦 就是我们这样做啦 想这个问题就是轻轻地带过了 但是如果以这个的试验 作为将来想搞境外投票的一个证明的话 我希望政府不要急就张啦 要从长计议啦 不是说各地都有 我们就可以做啦 这牵涉到制度信心的问题 制度信心的问题呢 破坏了就破坏了啦 很难回头的 那不可以太过急速的 最后呢 就是去到今次这个 网上群组的调查的第一条问题 就是问那个 有没有人值得选择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是极之有意思的 其实是 还有见到那两次的调查当中 那个的走势都是 我觉得很特别 很值得大家去咀咀一下 如果看回民主派的支持者 那方面呢 跌了的 是吧 就是说有啊 有值得支持的 那现在去到只有百分之五 比上一次是跌了四个百分点 没有啊 去到八成六 比上一次是增加了四个百分点 这个走势是值得留意的 在今次的十个选区 二十个地区的直选区当中呢 是有自称是非建制派啦 第三方啦 或者是民主派啦 的候选人的嘛 那问题就是说你怎样去跟 自己你假如是民主派的香港市民支持者 去到沟通去到连结啦 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啦 叫他们出来投与啦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过程啦 你看回这些数字就知道了 为什么困难呢 就是因为那个议题是什么呢 那个主题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只是说我不是建制派 所以你就要支持我呢 似乎到现在去到选举将近中后段的时候呢 都还没找到过所谓的接触点 去到令到我们接触到的民主派的支持者 觉得有些是值得支持的候选人啊 找不到这个接触点呢是很困难的 那可能都因为这样呢 这个礼拜里面呢 有一些的讯息呢 就是非建制派的候选人的 和他们的团队是想做些结练啊 做些年结 就是想说不如我们去争取双普选吧 那就是语音未落 已经被建制派的人去笑他们了 怎样争取呢请问 你又不想说白心一框架 还是想说白心一框架 你想怎样争取双普选法呢 如果去到这一刻 我还在找方法去接触民主派的支持者 希望以重启双普选作为一个呼唤点 我想是有些效的 我不敢写报答一定没有效 这个不对的 一定有些效 但是量够不够 或者改变足不足以令到他们可以赢得漂亮呢 暂时看数据我就很担心他们有没有办法 说争取双普选可以令到民主派的支持者 忽然觉得有些人值得支持啊 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 一定很困难 不单止是情绪情感 叫人拉票 很多时候都是讲人情啊 讲价值观 都很多时候讲人际关系 讲情绪啊讲情感 怎样令到这件事说得通 有一定的吸引力 争取到大家的认同呢 这个对于那些自称现在非建制派的候选团队当中呢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难度来的 另外一边看非民主派 我们笼统觉得可能是一些建制派的朋友 你看到啦 数据工程开始了 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谈的时候 就是数据工程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要跟进看啦 似乎他们找到多些人去觉得值得支持 相对的百分点高了一点 这个高了一点就去到百分之十的一个增长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增长来的啦 我觉得在选举工程展开了之后 就是接近六成的非民主派的支持者呢 都说呢 是有啦有人值得支持啦 那但同时间呢 都仍是有两成多的建制派的支持者 说我还没找到喔 那所以大家既方面呢可以说起 但这一方面都应该很大忧虑 还有些建制派的朋友呢 还没找到人觉得值得支持的时候呢 那怎样可以倚靠建制派的动员 一力承担去带起个气氛 乃至到可能是谷高点的投票率呢 那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来的 就是这个选举未完的嘛 去到十二月十九日的嘛 那所以未来的余下的数轮的调查呢 亦都会将会给到更加多的数据呢 我们去讲得更有信心 但今次我相信那个走势出来了 那就两边两楷 所谓民主派对于非民主派的发展呢 可以说一边非民主派的开始起啦 但民主派呢继续跌 那整体来讲呢 对于不论投票率 或者对于那个的选举过程当中 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和团队来讲呢 是面对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再加上境外投票的安排呢 他们都会觉得对他们来讲呢 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他没有那么容易接触到的 那班的选民的事情呢 那其实这个选情呢 就极之不乐观了 或者我这个分析 统统地讲到这里先好不好 谢谢您的朋友 好 多谢陈嘉朗 那我们现在呢 开放现场呢 大家可以进行讨论呢 我们大会呢 是提供了麦克风 那所以呢 请大家呢 是发言发问的时候呢 都可以使用我们大会 提供的麦克风 还有呢 是因为记者众多 那我们都想了解呢 是大家的那个